這個吃飯對我來說超強的 超級濃的 它是灌滿的喔 你在餐廳端這個上來 我不會覺得它是粉泡的 嗨大家 我們今天前進無意良品 今天總共開箱9個不同品項 有一些是調理包 有一些是零食類 因為我是有之前在無意良品打工 所以我就還蠻常去的 我覺得我看到有些人可能會買這些食物 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嘗試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自己把它買回來吃吃看 好啦 那我們就來開箱 背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是這個 炊飯元素豬肉絞煮 那是一個炊飯料理包 那像這樣子一包 他說兩到三人份呢 是119元 那我們剛好遇到它有在促銷 所以有減掉24塊 總共是95元這樣 它這裡有提供料理的方式 就是你需要準備的是只有白米跟水 那它料理包 你就直接加進飯裡面一起煮就可以了 他說它裡面有豬肉 蓮藕 洋漆菜 然後還有香檸果汁 然後他說是 沖繩風格的香土料 那這個是醬包 這個是料理包 喔 是一個味噌的味道 怎麼又有一個鮪魚 鮪魚罐頭的味道 看起來應該是很入味的 它看起來是有一些豬肉碎 然後蓮藕在這裡 可能是乾燥蔬菜或是乾燥膜的東西 整體來說 感覺是一個 還滿濃縮的醬包 這倒出來是透明的 應該是檸檬汁吧 所以說鹹味就已經全部都在這一包裡面了 他說270ml的水 水加進來之後把它稍微拌一下 它的豬肉看起來是有一點點那種泡麵感的 應該說它的豬肉有兩種 一個是絞重的 然後一個是絲碎的那種 那我們就先把它拿去煮 賣相可能沒那麼好 可是超級香的 蓮藕的香氣非常明顯 一打開就是蓮藕的香氣 就是比較偏日式的那種口味 它其實看起來醬香也沒有很濃耶 主要還是白白的 好 試試看這個炊飯喔 它味道滿重的耶 主要是一個旨味的味道很濃 我沒有吃到檸檬香氣耶 它的料本身 因為可能是香氣泡在那這樣子一點 味道很重 因為我都會覺得味道重 這代表它的那個料的味道是真的重 豬肉吃起來是那種泡麵感的豬肉 細細碎碎一絲一絲的 這個味道對我來說不會到特別重 但已經算是重口味了 可能會想要配一些蔬菜湯 比較清淡的湯 或是味噌湯之類的 但是總體來說這個炊飯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滿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炊飯對我來說差強人意耶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偏比較死鹹一點 它的蓮蓉是比較鬆的那種 我還滿喜歡那個牛的 但我覺得好像可以再切更大塊一點耶 就混在飯裡面吃的話其實沒什麼感覺 可能再更厚片一點 或是切成小尖狀 我覺得口感應該會更好 然後我覺得豬肉外有一點突兀 就是吃下去之後 如果你不小心咬到那個豬肉的話 會有個泡麵感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我沒有到非常喜歡 尤其是它的味道 我覺得也是比較真的是比較死鹹一點 也不能說是死鹹啦 它是旨味超強的 它旨味味調到超高 我覺得沒有吃到料的米飯的部分味道是不錯 但把那些其他的配料加進來我覺得真的太鹹了 因為香菇會吸水 然後各種食材各種蔬菜其實也會吸水 所以它長期泡在那麼鹹的醬汁裡面 它整個裡面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重 簡能簡直 像我就覺得還能接受啦 我不怕能接受 而且因為它那個豬肉的那個泡麵感太突兀 這個的話我覺得我會想試試看其他口味 因為我覺得這個口味可能不適合我 可是其他口味 maybe可以試試看 因為的確真的是蠻方便的 接下來是這個蔥泡湯包 我們選的是這個秋葵野菜口味 像這樣四包是140元 所以等於說一包就是35元 他們這個系列加工物其實還算蠻多的 所以建議的人可能就自己參考一下 它這個很方便是它是直接放到容器裡面 然後直接沖熱水就可以泡開 有點像那種什麼康寶雞絲濃湯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還蠻方便的 這就是一個 一個高湯磚的感覺 拿出來它一直在發出聲音 真的耶 它有一個氣泡的聲音 它跟那個高湯快滿像的 它不一樣的地方是它連蔬菜都是乾燥在裡面的 那我們就來泡泡看 它裡面是有秋葵然後有海帶牙 跟小的碎雞肉的 它是不是有蛋絲啊 有有 剛剛泡下去聞起來很像那種海帶牙湯的感覺 有那個薑味 你看喔 它味道算蠻重的耶 所以那個一絲一絲是薑 真的是薑耶 好酷喔 它秋葵的味道沒有到完全軟爛 是還可以吃到一點口感的 然後雞肉可能是因為泡在裡面 所以雞肉本身它的鹹度是蠻高的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喝下去除了蔬菜的甜味還有一個鮮味 有耶 那個雞肉這樣泡出來的話 其實有口感 我覺得很好喝 很清爽 然後會讓你有開胃的效果 它有一個高湯的香氣 它有一個高湯的濃度在裡面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它的蔬菜的口感 是海帶牙都吃得到 然後秋葵也不是蠻清爽的 那也是有口感的 可是如果你在餐廳端這個上來 我不會覺得它是粉泡的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耶 蠻好喝的 其實還蠻推薦的 這樣一碗35塊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只是它那個雞肉真的味道會比較濃郁一點 因為它畢竟是濃縮在它的高湯塊 所以如果會介意的話 建議就是泡酒一點吧 仔細喝其實還是可以喝得到 有點像泡麵湯的濃味精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是還蠻好喝的 結果這個口味是我們兩個都還蠻喜歡的 可能是會想要再回購 或是試試看其他口味的品項 但如果你是可能口味比較清淡一點的人 你在沖泡的時候可以加多一點水 因為我們兩個上次口味稍重一點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我覺得剛好 接下來呢 是這個我超級期待的鐵觀音爆米花 像這樣一包是49元 所以算是相對便宜的品項這樣 可是它其實裝很滿耶 我剛剛捏起來它至少有一半 那邊大概是到這裡 這是原味爆米花 可是外面裹的是鐵觀音的茶粉 對應該是鐵觀音和焦糖 來吃吃看喔 怎麼鹹鹹的啊 對 它是這種鹹焦糖的味道 鐵觀音味好像 嗯 吃起來沒有到那麼濃 一個底韻的感覺而已 對 因為它的焦糖味會比較濃郁一點 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蠻好吃的 然後鐵觀音味就是有一股 Hint 它不會到非常overpowering 主要還是爆米花的那個焦糖味道 然後其實口味其實比較偏鹹一點 如果你是想要吃到那種現爆爆米花 那種很脆的感覺 你可能會比較失望 但因為它是常用餅乾的品項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會對它有非常嚴苛的要求 但我覺得其實算是很好吃 因為其實其他款的這種 就是常溫的爆米花味也有吃過 它其實會比其他品項做的來更脆一點 這已經算是非常脆的 然後味道的話也覺得是挺順口的 我覺得主要的脆度來源 跟它外面那一層焦糖也有關係 也有給它多一個硬脆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覺得味道挺和諧的 是蠻符合我們兩個的口味 是蠻好吃的 它就是一個鹹味加焦糖味 然後再補上鐵觀音粉的一個底韻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味道是很特別 然後我們也蠻喜歡的一個品項 然後我必須要補充的是 因為它鐵觀音是磨成粉 裹在外面的 所以它不會在你吃的時候跑出來那個味道 而是它會停留在你口腔裡 所以如果一直吃一直吃的話 它的茶味會越來越遠了 欸這個我們如果真的是去看店裡花 我就可以買欸 一人一包49塊就好啦 去店裡買那一百多塊爆米花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屬於會越吃越喜歡的品項欸 一開始吃的時候覺得 喔還好 因為後面只是覺得越刷出越好吃 不過要小提醒就是 它的甜度其實也蠻高的 即便它有茶粉 但它的焦糖的甜度是還蠻高的 對 它只是因為有加鹽 然後把它那個通涼一點 它還是很甜 接下來是這個 吉隆氣泡銀蜂蜜拔又口味 這樣這樣125克是99元 那這個吉隆氣泡銀它其實有非常多種口味 我昨天在買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喝蜜桃口味還是蜂蜜拔又口味 我對蜜桃是比較有興趣 我也是 但我怕它會變化學 泡法式 它這125克應該是可以泡五次 它說一次呢你就加100克的冰塊 還有140克的水 那我們其實已經有量好100克的冰塊了 要這麼多 好多喔 我很感興趣 它聞起來很香欸 真的有個又香味 而且25克的粉 比我想像的還要多很多 喔 我覺得很好喝欸 換我喝喝看 跟你想像柚子味不太一樣對不對 有點不一樣 它不是那種新鮮柚子的苦味 它有個甜鹹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一個柚子的香氣 然後我覺得它的泡泡幾乎是喝不太到 是非常非常非常細的泡泡 可能只是在你舌側兩側會有一點點小小瓷子的 我覺得怎麼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發泡飲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味道是好的 味道是不錯 然後也是很清爽 因為冰冰的很爽 而且我覺得要加冰塊欸 不過加冰塊不好喝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夏天放在辦公室 然後想不到就給它來一包 整起來說我覺得還可以啊 它雖然還是滿清爽的 可是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的味道更重一點 我們下次應該會考慮買 桃子 對或者是其他口味 我看好像有七八種口味喔 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其他口味應該會是滿好的 接下來的這一款是一國咖哩素食包 然後這一款是很多人推薦的濃郁奶油雞肉口味 像這樣子一包呢是190元 這個系列它有非常多的咖哩口味可以選擇 然後我選的是就是濃郁的奶油 它也有一般的奶油雞肉 然後好像是130塊 所以這個是加60塊升級成濃郁奶油雞肉 不過要注意就是它這是沒有白飯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飯的話 就是你要自己準備白飯 Oh 哇 它醬汁超級濃稠 然後這樣子目測的話 裡面是有三塊雞肉 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講 算是滿貴的 滿貴的但是要看它的味道 好 加了 我們的這個奶油雞肉咖哩已經熱好了 它其實熱之後它醬汁會比較沒那麼濃 但還是非常濃 它的雞肉就是有三塊 一般雞丁的大小 我覺得聞起來很像某種洋芋片的那種很多香料的味道 我們另外準備了白飯 想說可以搭配一起吃 我覺得可能可以兩個人份 那個醬蠻多的 這我可以啊 一人我可以 試試看喔 超期待的 超級濃 它真的沒有到很太香料味 對 可是是很濃郁的一個咖哩香氣 然後奶油味也是很香 它是一個很甜的香氣 可是不是口味的甜 它是香氣的甜 看它的雞肉 你配飯吃 你不用 有個泡麵感然後很柴 我覺得這個口味 不是我會非常喜歡的口味 我比較喜歡偏那種 就是南洋風味多一點的農咖哩 我覺得這款是很好吃的 但是比較容易膩 然後它的雞肉的話 就很像那個 花雕雞泡麵裡面的那個药梨包裡面的雞肉口感 它雖然是有軟軟的 可是它還是柴柴的 所以說不要對這個雞肉抱有太大的期望 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偏貴 畢竟它這一包要多少 一百九 我覺得沒有到它售價耶 然後亮的話對我來說 確實就是一人份 你吃第一口一定會有經驗感 對 因為就是很濃 但是我覺得吃多了會讓我真的有點想到 某一種洋芋片 就是可能是奇多之類的那種 那種香料粉的味道 就這個口味可能不是我最喜歡的口味 可能會想要試試看其他不同的口味 它這個上面印它說它是兩顆辣椒的辣度 Out of five 但是我覺得可能沒有到那麼辣 因為我其實是不太吃辣的人 我會覺得其實沒什麼辣度 還滿不錯的 但是CP值比較低 下一個品項呢 是這個紅茶年輪蛋糕 然後像這樣子一個是四十九元 是不是比較少看到年輪幹 然後切成這樣 很常是切一整圈 然後薄薄的 打開之後是像這樣長條狀的 然後從側面剖面是可以看到一層一層一層的 那如果看底部的話 就會有看到剛剛那個抗氧化劑的痕跡 切下去感覺是比較濕潤的那種 吃吃看喔 文采有個阿薩姆奶茶的味道 這起來很像阿薩姆奶茶 它的口感是非常濕潤綿密的 然後吃到一種蜜香去 甜度大概是中間偏高一點點 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我如果一個人把這一整塊吃完 剛好會開始覺得膩 我覺得完全不會乾 它是非常濕潤 那種黏粉蛋糕特的那種紮實度 再加上那種綿綿的口感 它雖然是濕潤的 可是它不會濕潤到很軟爛 而且說這樣子一塊它的價錢的話 還算可以接受啦 50元 不過我覺得稍微美中不足的是 我覺得它的茶味對我來說 還是稍微偏低了一點 可能用的是紅茶 其實也不是味道很重的茶啦 它的蜜味其實算是滿濃郁的 就有點蓋過那個茶味了 所以如果不太喜歡那種蜂蜜味道的人 可能會覺得這塊蛋糕非常的膩 非常的膩 不然的話其實我覺得還滿好的 接下來是兩個法蘭酥 我們今天買了兩個口味 貝茶法蘭酥跟荔枝法蘭酥 這兩個都是五入六十九元 它是一個一個單格的包裝 它還滿貼心的是 它的包裝上面都有寫說 這是什麼口味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個外盒的話 其實也知道它是什麼口味的 來吃吃看囉 它就是兩個包脆餅 然後中間夾了一層荔枝鮮奶油的感覺 外面賣那種荔枝果凍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吃的話 就荔枝味道沒有那麼濃 應該是因為它的法蘭酥味道很濃郁 吃起來真的沒有什麼荔枝的味道 不過它有外皮膚其實沒有都特別喜歡 就它不是那種鬆脆的 它是有一點硬脆的感覺 這款荔枝的我覺得還好欸 再吃吃看陪茶的 喔這個茶味很濃欸 喔這杯茶 有有有 很濃 這喜歡茶的人應該會愛欸 如果是這兩款的話我會比較推薦北茶的 我覺得比較有特色 然後可能味道也比較濃郁一點 這荔枝法蘭酥的話 我覺得有點差強人力 可是我覺得如果它把荔枝味弄得更濃一點 就會有一點化學感出來 所以我覺得很難做一個品項 所以這款我其實不太推薦 可以不用買的品項 然後陪茶的話 我就搭配它的外殼的口感 再搭配它外殼的味道 然後還有裡面那個鮮奶油的陪茶味 我覺得其實都很Balance 我覺得這兩款吃起來 它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 就中間那個乳霜的油感 是比較明顯一點的 不過整體的味道 我覺得 背法是很值得一次 是蠻好吃的 接下來是 那像這樣子裡面有三根呢 是69元 剛好我們有遇到可可類的點心呢 是兩件 然後打六個 所以這樣子的話 算起來這三根是40塊 那我們就直接開 開 它裡面是有巧克力夾餡的欸 就是有點像Nutella的感覺 而且它是灌滿的喔 直接吃吃看 吃吃看 吃雙 我本來以為它裡面啊 就是灌滿的那個巧克力 珍果巧克力 可能會太過於甜膩 可是其實不會 因為它的蛋捲 一層非常薄 然後它有超級多層的 它的蛋捲其實是非常厚的 它不是走出脆類型 它走的是有一股草感 再搭配裡面的那個珍果薑 然後可以讓你很有嚼勁 吃起來很有分量 它中間的那個巧克力 沒有像Nutella那麼甜 你有吃到裡面有珍果嗎 有 微微的可以吃到一些口感 但我覺得這個外皮 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外皮 我剛吃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感覺 你喜歡酥脆的 可是我覺得整體的味道是還不錯 我覺得那個外皮對來說沒差 重點是它的 珍果巧克力味有夠嗎 因為主要也是它因為它有打折 今天我們這次的購買體驗了 非常的好 它除了巧克力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堅果的香氣 也是滿明顯的 真的很像那個Nutella 只是沒有那麼甜 堅果雖然沒有到很明顯的口感 可是你如果有咬到 我覺得那個堅果香 其實會跳出來的 我覺得很不錯啊 大家都可以去買買看 趁現在還有這個打折的時候 可以去買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 開箱分享 它的coherence很高 就是產品和產品之間 雖然我們今天有吃鹹的 有吃湯品 有飲料還有退店 但是我覺得 整體帶給我的一個體驗 其實是滿類似的 就是一個非常日式的 或是非常簡約的 帶給你生活有一些便利性的一些產品 然後吃起來味道 我覺得都不會到太差 所以你們如果有任何推薦的品項 或是你們如果也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們有看了這個影片 然後去試試看 歡迎你們在底下分享 你的體驗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見囉 在這期看 詞1 2 1 3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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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4 6 6 6 7 6 7 親自或是